好 说到吃吃喝喝很多民众看电影的时候呢 也喜欢一边吃喝一边看电影 不过到电影院里面规定大家都搞不清楚 到底哪些食物可以但哪些不可以 每家规定的都不一样 我们看到像这家影城呢 在检票的时候会特别注意 告诉你这些东西是不能带进去的 但是这个强硬的措施相对之余 微秀影城的公告就是放在一个角落里 民众说根本很难注意到 这不符合比例原则 民众到影城前面买票看电影 想要边看边吃 很多影城有规定进带汉堡薯条 不过看到这里空间这么大 这张告示贴在墙角边 民众看得到吗 不是说会很注意去看 进带外食公告像这样放在墙角 很难注意到 这一张比较大 但是背后反光成这样看不清楚 难怪有民众气得骂 这么强硬的规定 实境公告却是这么小 根本不符比例 是应该答应 因为每个人不会配 不会很配Tention 你不注意的话不知道你 你不能带外食啊 仔细看同样是进带汉堡薯条 有的告示牌放在墙角边 看不太到 那一家影城就在票口贴了这么大一张 行目很多 而且上官网还得先从影迷问题 常见问题再点到其他问题 拉到最下层才找得到 进带外食的规定 层层关卡也太难找了吧 同样是带外食的问题 像这种影城卖的热狗宝 加上番茄酱 想起四溢 这种可以带进场 但是外面卖的汉堡就不行 难道影城可以卖 民众就不能自己带 只有在他电影院这边买的外食可以进去 在别的地方买的外食不能进去 这是完全不合理的 电影院强硬规定 不能带特定的外食 实际公告却是这么小一张 还放在墙角 不然就是自己卖热狗宝 不准别人吃汉堡 这些规定看着民众眼里还是觉得不太合理 就像韩志兴努力一台中采访报道